见到第一线,第3039章,《地经》,水流翻涌,毁灭气息肆虐,这一击产生的动荡太恐怖,许久方才一点点散去,那一道宛如无垠般的模糊深渊已悄然消散,在苏义掌间,只有命书散发出混沌般的光雨,他立在那,长吐一口气,一阵阵剧痛,像潮水般涌遍全身。 之前那一战,他负伤累累,颇为惨重。不过,于苏义眼中,这些伤势根本不算什么。让他欣然的是,他的心境修为,终于突破了。 之前,殷琪曾调侃苏义是他为磨刀石这件事,认为苏义都已负伤到那等地步,还妄想磨刀,和不自量力也没区别。 可事实上,苏义的确把殷琪当作了磨刀石,只不过磨力的是心境罢了。 过往那一段时间,他在金双禁区闭关前修,炼化了不知多少神星虫,可心境修为一直处于一种瓶颈中,无法真正突破。 也是那时,苏义意识到,闭关苦练已是徒劳,必须找一个契机,方能打破这一层瓶颈。 而和殷琪这一战,就让苏义在极致的危险境地中,以付出惨重伤势为代价,抓住了一线破镜契机。 而后,就上演了刚才那一幕。 此时想起殷琪被镇压的细节,苏义眼神中不由浮现一抹讥讽。 那家伙,竟然妄图窥破自己心境中的破绽,他又怎会想到,当时自己心境已点亮本命心灯,实现了一场涅槃般的蜕变。 若他不这么做,兴许还能再挣扎一会,甚至说不准还有一线逃生的机会。 可偏偏的,他这么做了,当场遭受到了来自本命心灯的反噬,以至于都无力挣扎,便被镇压在命书第二夜的无间命冤内。 但,不能不承认,因其的确太恐怖。 恐怖到若无命书在手,仅凭苏义现在的实力,还远远无法与之对抗。 收敛思绪,苏义目光一扫,看到了遗落在不远处的苏义万魔牌。 抬手一抓,此宝便落入苏义掌尖。 不过,苏义并未打量,而是转身,目光遥遥看向远处。 命运长河之上,一艘宝船漂浮,多位天地的大道,分身在等待。 已经打起来了。 闻天地立在传弦一侧,俯瞰下方的命运长河深处,一对眼眸中悬光流转,似能看到那长河深处的景象。 不得不说,我很看好那个名叫殷奇的命魔一脉妖族。 旁边,恶天地道,有心智,有手腕,性情沉宁,骨子里有一股无法掩饰的狠径,远不是一般的妖族可比。 如今这苏义,已请不来任何外援。 而此战最大的变数,就在命书这件晋级秘宝上。 临天地道,还好,这殷奇来自命魔一脉,乃是命官宿敌,远比我们更了解命书。 而他此次为对付苏义,已筹谋已久,或许,真的能给我们一个惊喜。 这些天地彼此一润时,皆关注着命运长河之下的动静。 前一段时间,他们曾和殷奇,进行过一场密谈。 这一次之所以,等候在这里,也是配合殷奇的行动。 一旦苏义逃出命运长河,就会遭受他们这些天地的联手打击。 可以说,苏义根本逃无可逃。 好惊人的动静! 呼得,长恨天地开口,露出惊讶之色。 与此同时,其他天地也注意到,附近万里范围的水域,竟是骤然间变得混乱动荡起来。 水流激荡,惊涛肆虐,掀起滔天的浪花。 一场发生在命运长河中的大战,却将一方水域搅乱,产生如此大的动静。 这让所有天地意识到,战斗已进行到最激烈的地步。 做好准备,一旦苏义冒头,必第一时间将其拿下。 闻天地谋战神盲,杀起腾腾。 如今的苏义,已经成为他们这些天地的心腹大患,这次若能将其彻底铲除,自此以后,完全可以一劳永逸。 可惜,我们这些人一旦进入命运长河,便如现泥沼之中,实力会被严重削弱。 否则,真想此刻,就杀进去,亲眼见证苏义此子之死。 遥光天地一声轻叹,有些遗憾。 正字交谈,这些天地户的心中一领,第一时间驾驭脚下宝传,骤然拉开和命运长河之间的距离,扶摇而上。 几乎同时,哄! 这附近万里水域,竟是骤然间塌陷下去,形成一个巨大无垠的漩涡。 不,从天穷俯看,这万里水域塌陷的地方,更像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渊。 而这一座大渊深处,产生一股恐怖无边的吞噬气息,似要把天上地下的一切拖拽进去,全部吞噬。 那些天地脚下的宝船,都遭受到牵扯,剧烈振战,摇摇欲坠。 他们彼此对视,眉梢间都浮现一抹金色,毫不犹豫一起出手,将宝船再次拔高。 直至远远离开那一片深渊水域,才终于摆脱了那一股可怕的吞噬之力。 而从这里望去,则看到一幕奇观。 万里水域所化的深渊,就像在命运长河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。 黑洞上空,虚空扭曲崩塌,时空错乱,出现一幕幕匪夷所思的毁灭异象。 而在黑洞附近的水域,则掀起了一场水流风暴,那命运洪流被掀起,倒卷着冲向高处,像拔地而起的一座座神山,越来越高,越来越磅礴。 最终,以黑洞为中心的附近水域,就像出现了无数座命运洪流凝聚的通天大山。 这等不可思议的奇观,让那些天地都动容,一个个感到匪夷所思。 这是发生了什么? 还不等他们想明白,那一座座通天大山般的命运洪流,齐齐轰然轻塌,全都坠入黑洞般的水域深渊内。 轰!乱流排空,轰鸣如炸雷。 那片水域彻底陷入狂暴,崩坏之中,竟是茫茫无边的水雾。 直至半上,那一座万里范围的水域深渊,才渐渐消失。 而那命运长河中,物自有沸腾般的洪流在肆虐,在席卷。 诸位可注意到,那片水域的命运气息变得稀薄了许多。 就像被吞噬掉了一般,闻天地呼地开口。 命运长河中奔流的,乃是充斥命运气息的洪流,极端恐怖。 可现在,随着闻天地开口,其他天地也察觉到,那片水域奔涌的命运洪流气息,的确变得稀薄了一大减。 就像浓郁的墨汁,悄然间被稀释,变得寡淡。 没人清楚,这是因为什么。 不过,命运长河无尽浩瀚,一直在奔涌。 渐渐地,那片水域的气息,也重新恢复如初。 就好像刚才发生的一起,只是一场梦。 也就在此时,咔嚓! 一道轻微细碎的声音响起。 闻天地低头,掌心摊开, 看到捏在掌心的一块新红色蜜符,在此刻四分五裂,化作积粉。 一下子,他脸色顿变。 英琪遭难了! 其他天地见此,一时都陷入沉默。 这样的结果,完全出乎他们预料。 渐记得英琪把那块血色蜜符,交给闻天地时,曾云淡风轻的表态,哪怕发生最坏的结果,他也不会死。 交出血色蜜符,是让那些天地安心,一旦他发生不测,血色蜜符会四分五裂。 这也就意味着,他输了。 命魔一脉派出的一位爵士狠人,就这样没了? 许久,闻天地才喃喃开口。 这岂不是意味着,苏毅已拥有威胁到我等性命的,战力。 其他天地,眼皮狠狠一跳。 在命运长河之下,绝对是英琪的主场,以他那堪称绝世的妖祖级战力,足可以和他们这些拥有永恒地做的天地比肩。 可就是,在那命运长河之下,英琪遭难了。 这意味着什么? 谁能不清楚? 恶天地语气坚定道,以苏毅自身实力,注定做不到这一点。 英琪的落败,肯定和命书有关。 命书! 一众天地眯了眯眼眸。 这件禁忌般的宝物,究竟该藏有何等不可思议的力量? 恶天地继续道,可以肯定的是, 命书的威能只针对命运长河中的生灵,我们倒不必太过忌惮。 长恨天地皱眉,英琪都败了,这岂不是意味着? 只要苏毅一直躲在命运长河中,手持命书的他,儼然如同无敌,再无人能奈何他。 这番话,让其他天地眉烧间,都浮现一抹忧色。 苏毅若一直藏在命运长河,直至成帝,那绝对是个十足的大祸患。 听英琪说,寂灭境遇的时空避障已出现裂痕,以后他们命魔一脉,迟早能脱困,横空出世。 恶天地道,这也就意味着,只找命书的苏毅,哪怕藏在命运长河,也注定不可能万事无忧。 远水救不了近火。 我们该考虑的是,该如何阻止苏毅成帝,常恨天地沉生道。 谁都清楚,随着殷奇落败,要阻止苏毅成帝,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苏毅逼迫的不得不离开命运长河。 如此,他们这些天地才能联手,将其震杀。 那就按之前商议的对策,安排我们各自门下的力量,一边去找巡礼新建斋那些余孽的下落,一边对外宣布,正式对太无教宣战。 文天地眼神决然,当苏毅得知我们要对付太无教,就不信他不冒头。 太无教祖师乃是枯悬天地,而枯悬天地和苏毅乃是生死之交。 当他们这些天地对太无教宣战,苏毅只要得知消息,还能安心藏在命运长河中不冒头。 一众天地略意私存,就答应下来。